hello 大家好 我是部长 今天我们要来评论的电影是 父亲 由佛罗里安·泽勒指导 奥斯卡的影帝影后 奥利·维亚·科尔曼 安东尼·霍普金斯 携手合作演出 俯夺下第74届英国电影学院奖 最佳男主角以及最佳改编剧本奖项的父亲 这故事是在讲述一位独居在伦敦的安东尼 由于年事已高逐渐失去了记忆 身旁照顾他的女儿对于这状况十分困扰 电影带着我们去真实体验出 在这样的状态之中的恐惧 电影是导演佛罗里安·泽勒 改编自己在2012年首演的同名舞台剧作品 因为公演过后获得好评 决定将自己的舞台剧改编成电影的版本 也很成功地在今年的得奖季节 获得许多的肯定 其实从电影的标题跟海报 在完全不看预告的状态下给人的影像 可能是一部父亲即将要离去 女儿在照顾的过程 回忆起父亲的往事的催泪作品 但我错了 实际体验这部电影之后 我觉得是一部惊悚片 当然不是那种就是有鬼出来吓人那种惊悚片 而是这部电影选择的视角 跟切入角度写实到令人害怕 电影中的两个主要的角色 一个是患有失智的老人安东尼 另外一个是努力想要照顾自己父亲的女儿安 电影不同于以往 反而是带领观众从一个失智者的角度 去体验安东尼的世界 不过电影一开始并没有让观众马上去发现这件事 当事件开始重复发生 同样的台词出现 时空开始跳跃 角色开始替换 我脑袋就是开始不断地在想办法 就理解说到底到底怎么了 而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跟电影中的安东尼同步了 但内容也没有复杂到就是出现 已经跟不上我放弃理解的这个天能现象 反而更是能够对于剧中安东尼的情况感到无比的同情 在这样子的条件之下 更是佩服影帝安东尼霍普金斯在这之中的演技展现 本来就是很适合饰演一位聪明高知识分子的安东尼霍普金斯 当失智症的症状逐渐出现 心中原本对自己这一生的一个骄傲 他不愿意相信自己堂堂一位英国绅士 怎么会遇到失智这种事情呢 不理解自己到底是怎么了 世界正与自己的意愿背道而驰的发展者 你能想象着这是自己身边的人角色不断的变化 同样的事情不断发生但是细节都不同 你原本理解的现实会突然消失变成其他的模样 这在精神上是一个多么恐怖的压力啊 普遍的状况我们都是处在一个就是清醒者的一个角度 去看一个人就是有失智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剧中的这个女儿所代表的一个角色 他发现自己的爸爸开始忘记事情 甚至有时候会忘记自己是谁 但爸爸依旧很坚持自己 其实有记住这些事 所以他的脾气就开始暴躁等等 看到自己的爸爸逐渐失智 照顾起来其实也是很灰心也很难过 对于什么时候会超出自己的负荷 是否要将父亲送进疗养院 每天不断的安抚爸爸 同时又要跟自己的内心之座拉扯 这些事安他每一天都不断的在问自己的问题 挑战着安就是自己的精神状况跟生活 那在电影之中的中后段 在理解整个状况之后 我觉得电影做得很好的一个部分 就是很平均的去讲述患者跟照顾者的痛苦 毕竟我们在很有机会 在未来都很有可能成为这两个角色的其中之一 那从这两个视角去建构出这部的电影 让两位影帝影后等级的演员 去拥有自己的空间去做演出 交叠出来的效果就是可以打到观众 很深很深的内心 那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 电影中的场域变化跟出现的角色并没有太多 那就是这个家的房间 客厅这几个场地在做变化 在这样子的限制之下 演员的台词就成为了整部电影的灵魂 我认为电影做得很好 就是透过台词的撰写 去掌控这些出现的重复行为 像一些讲的台词 跟事件发生的一些地点 去让观众跟安东尼同步去理解这个世界的真相一直在变化 那这个节奏的掌控可以说是十分关键 是观众体验电影感受 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环 那电影从头到尾其实都没有失去平衡 很稳健 去将导演想要续说的 想要观众感受的就是传达了出来 虽然没有现在观众普遍要的精彩刺激 爆破动作场面 滂沱的配乐或者是追逐戏 但是呢最后的画面结束后就是工作人员名单开始往上卷动 我们独自坐在漆黑的影厅中 开始思考着人生 啊这个电影就是给予观众这个后劲跟回响是非常惊人的 那这部电影呢即将在4月16到4月18呢 有口碑场4月23正式上映 我自己非常推荐这部各环节都掌控得宜的作品 如果自己曾经有跟电影中的这个安一样有类似的经验 那我观赏父亲应该是会有很盛盛的感受 那感谢各位收看这次的父亲无雷推荐影片 如果看完电影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或者是自己有照顾狮子亲人的一个经验呢 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区留言跟大家分享哦 现在呢有可以一起讨论的这个电影LINE群呢 想要加入呢就马上打开资讯栏了 喜欢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跟分享 想要一张记得打开就不会出过任何新的影片了 好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咯 我是部长不久